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微软Microsoft的计划,在不久后采取跨部门,包括讯息安全部门裁员行动,锁定绩效不佳的员工,评价范围,甚至涵盖最高值级,Level 80。 据Business Insider引述两位知情人时报道称,微软发言人证实了裁员的消息,但拒绝透露确切人数。 这位发言人说,微软注重高绩小人才,当员工表现不佳时,会采取适当的措施。 截至2024年6月底为止,微软拥有约22万8000名全职员工。 对于微软裁员的真实原因,外界猜测可能是由于大规模的AI投资,导致了微软出现的一些财务压力。 月月初,微软总裁史密斯Brad Smith通过博客文章宣布,微软将在2025裁年投资800亿美元, 用于建设能够支援人工智慧AI运算需求的资料中心,预计这笔支出超过一半将在2025年6月之前投向美国市场。 此外,得益于AI技术的发展,微软可以借助AI来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甚至代替部分员工。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8月,Klarna CEO Sebastian Simitkowski曾在X平台撰文指出, AI让Klarna的员工人数得以缩减,欲缺不补,意味着平均一年人力可以减少两成, 薪资成本缩减效益可以拿来吸引并留住真正的AI人才。 另外,在美国消费电子展CES2025期间,网通及光通讯大厂Marvel宣布, 公司在客制化AI加速器架构上取得突破, 整合了CPU共封装光学技术,大幅提升伺服器效能。 这种新架构能让AI伺服器能力实现拓展, 从单个机架内的数十个XPU拓展到横跨多个机架的数百个。 Marvel透露,Marvel CPU采用多代锡光子技术, 该技术已投入使用八年多,现场运行时间超过100亿小时。 Marvel已与全球云端服务供应商CSP龙头亚马逊AWS签署五年合作协议, 向亚马逊AWS供应客制化AI晶片。 随着Marvel客制化,AI晶片将整合CPU技术, 预计将催动亚马逊AWS的AI伺服器建设的新一波高潮。 CPU技术可以让资料传输比传统线蓝高100倍, 有望颠覆AI产业生态,被誉为AI时代重要关键技术。 台积电、日月光头控、英特尔、博通、Marvel等厂商都在积极布局。 Marvel作为全球AI营收占比第二高的晶片厂, 仅次于辉达,也是客制化AI晶片的主要供应商。 Marvel在2025年初就推出了其客制化AI晶片构架正式整合CPU技术, 揭开2025年为CPU元年的序幕。 Marvel指出, 最新客制化AI晶片构架将XPU晶片、高频宽、记忆体HBM等与Marvel的3D Cypho引擎结合, 借由整合光学技术。 XPU间的连接可实现比电缆高100倍的资料传输速度和距离AI。 Marvel表示,整合CPU后,AI伺服器能力将大幅拓展, 从单一机架内的数十个XPU,扩展成为横跨多个机架的数百个XPU。 这项创新构架让CSP厂能开发更高频宽密度的客制化XPU, 并已开始协助客户将CPU技术导入下一代客制化XPU。 Marvel去年底采纲与亚马逊AWS签署五年合作协议, 为亚马逊AWS提供多种类型云端AI晶片。 业界看好,随着Marvel完成CPU整合进AI客制化晶片, 亚马逊AWS身为Marvel大客户, 将成首波导入的CSP厂, 渴望加速AI伺服器建置脚步。 激烈竞争情形之下, 近日,英特尔旗下的FPGA部门Altera已经正式独立。 Altera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河赛的总部附近, 正式升起了一面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旗帜, 标志着它从英特尔分拆出来, 成为了一家独立的公司。 虽然这家新成立的公司仍归英特尔所有, 将专注于以更大的灵活性扩展其FPGA产品, 同时保持与英特尔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Altera在X帖子中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写道, 这标志着一个值得骄傲的里程碑, 因为他们正式举起了Altera做一家独立FPGA公司的旗帜, 他们很高兴能够以敏捷性和专注性推动创新的未来, 塑造FPGA技术的下一个时代。 FPGA是Altera的专长, 特别适合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需求, 而不会产生与ASIC开发相关的高成本。 Altera旨在加强其在汽车、通讯和航空航天等成熟领域, 以及AI、云端运算、边缘技术和6G等新兴领域的影响力。 在AI方面,FPGA也有着很大的用武之地, 因为它们相比GPU和ASIC都更具有灵活性和添加新指令和资料格式的成本较低。 除了自定义AI应用程式之外, FPGA还可用于模拟即将推出的AI处理器, 然后再将其实现到吸片中。 此外,Altera的FPGA AI Suite与TensorFlow和PyTorch等框架集成, 是开发人员能够构建与行业标准相容的优化解决方案。 尽管现在Altera已经独立, 但Altera打算与Intel Foundry保持密切的关系, 后者将使用有竞争力的生产节点制造其晶片。 这种合作确保了可靠的供应链, 同时也赋予了Altera与其他代工厂合作的自由, 使其能够拓宽制造选择并保持竞争力。 如果Altera公司的战略成功, 则可能会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 独立后的Altera将由执行长Sandra Rivera和营运长Shannon Poulin领导。 当英特尔在2015年以16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Altera时, 该英特尔对这家FPGA开发商寄予厚望, 以此来实现收入来源的多元化, 并可能增强其在资料中心的地位。 然而现在, 英特尔希望Altera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能够取得成功, 这可能使其在IPO后获得一些额外的现金, 以缓解英特尔当下的财务危机。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